看看新闻吧 哈喽大家好我叫邱嘉宁今年22岁 我现在在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做艺人统筹 我的爱情宣言是我宁愿高傲的发霉 也不愿意委屈的恋爱 硬缺勿滥的 这个题板画的是你心意当中的男嘉宾吗 就头部受伤了这位啊 要去掉一点再加上一点 他就是我的心理男嘉宾了 哦跟你心仪的还是有关系的 对有关系是吗 带什么样的才艺呢 给大家带来一首Jerine的星星圈 好掌声有请 我送上初恋 在你的面前 若爱有风险 我宁愿终结 若爱有春天 爱发芽满眼 我们故事颜色显眼 我用我指尖 画星星的圈 然后随随念 想想你听见 空出时间 我被你的脸 认真凡字典 插我们的永远 恭喜七十五票 过关了 来台中有请 应该你愿意在第一时间 接下面剧吗 我愿意 好 求佳妮准备好 三二一 请见面 脸这么小 这么好看 很少很少有 哇 你的眼睛老呆电了 转过去看陆老师一下 哎呦 到现在呢 我也不用看UCR了 因为我想 对自己心意的男生表白 啊 周佳妮准备好 三二一 请见面 选择以为你最心意的男嘉宾 呃 心意男嘉宾我暂时不选 不选嗯嗯 有待观察 对对好 先做你的选择 那这样子 我不知道还空一个红椅子 你可以选一个人 坐下来为你说话 嗯 我想选马实际 有请马实际 我们要强调一下说好话 来第一印象 同志嘉宾上场到现在 我的观察 就直观的来说 很上进 因为联想 只有联想 李嘉宾你好 我原来觉得 文小姐是 真是这个台上这个脸真的很小的女生了 不过你来以后发现 你比她脸还小 而且一个尖脸的人脸能这么小这么好看 很少很少有 第一别人说过脸小了 其实我不建议你再说 第二你说别人脸小会显得你特别委屈 我愿意牺牲我自己没关系 李嘉宾我觉得你好像有一点点紧张 其实完全没必要 我觉得你特别好 首先是长得好 其次是那个就是衣服搭配好 第三是唱得好 最后我想说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你好李嘉宾 当你揭开你的面具的时候 我眼前真的一亮哦 因为人的眼睛呢是心里的窗户 一看哇 你的眼睛老带电了 很厉害哦 呃 也预祝你今天会牵手成功 好谢谢 哦 谢谢 我你怎么好像这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这预祝人家 牵手成功 跟你就没关系了是吧 他已经给我充分表明了 哦 而且老老师我觉得 他一说话的时候我们所有人眼睛都亮了 好 接下来呢你也可以给他们一个回应 送出今天的第一颗爱情想送给谁 我要送给 博康 博康 也没错这字也多音字对吧 对不起 好 放到后边一般都是念博的是吧 萝卜 好 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顿VCR对于嘉宾在所了解 请看大屏幕 嗨大家好 我叫丘佳妮 我出生在一个戏曲之家 然后我外婆呢是长乐剧的 受到外婆的影响 所以我就 选择昆曲表演 我呢是一个比较宅的女孩 然后每天下班回家 追追美剧啊 喜欢看一些魔幻题材的 比如说图画症啊 戏鬼日记 我很爱漂亮 出门之前我都要打扮 家里有很多很多的化妆品 然后每年会去香港这样扫荡一次 我也很爱美甲 大家看到我指甲了吗 我平均二十天 然后换一次 来到这个舞台 我想找到一个有责任心 有上天心的男孩子 然后换个不用太花里胡哨的 我喜欢成熟一点的 不管怎么样感觉最重要 我希望在这个舞台上 找到属于我的那个男孩 好 我们再分开两张不可怕 来解一些具体资讯 哦 邱将军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学的是昆曲表演的本科 那是 现在呢做了一家门话公司的艺人统筹啊 他说的自己是朋友中的女二号 这个2014年呢有很多愿望啊 最满意的眼睛却经常被误解 昆曲你学了两年三年 我学了有九年了 哇哇 你是从戏校开始对对 学昆曲的是不是 你唱蛋绝吗 唱龟门蛋就是 龟门蛋 未出嫁的小姐 哦 因为这个昆曲呢 他这个蛋呢 他其实分七大类 皮蛋 哈哈哈 杀杀鸡蛋 那分什么蛋 他分老蛋正蛋啊 龟门蛋贴蛋花蛋 还有一种叫刺杀蛋 就是那种叫刀马蛋 对对对对 他一共分成七大类啊 这光说 没能感受到哈 这得给我们露两手 我来看看这个蛋是 什么样的一个蛋 好 那我就来的 好 做事 好 性ots们 我来看看他 说 什么就是呢 我 比 哦 特别好 一句都没听懂 我没听懂 我是觉得你前面就是单轻唱啊 已经很棒了 我在想如果所有的型号化好妆 你会把所有的在场男嘉宾弄成第八种蛋 就傻蛋 我看你这个会是哇 女嘉宾那个眼神非常的漂亮 那你这个眼神这么漂亮 那你怎么会说这个眼神经常被误解呢 我很喜欢发呆 发呆以后就会盯着某一个男的看 或者某一个女的看 然后我朋友问我 你是不是跟这个女的有仇啊 或者我盯着一个男的看 人家说你是不是喜欢他 所以你只是在发呆而已 对我只是在发呆 主要是演员呢 他可能练昆举的原因是 总是容易给别人有暗送秋波 默默寒情的感觉 你不妨给大家去表演表演你的眼睛 真正的戏曲的眼神是什么 都叫欲擒故纵 嗯 就是说你眼睛要看什么地方 恰恰你要先向反方向做准备 比如说马徐俊现在在你的左边 你现在如果在在戏曲当中 你要看一下马徐俊 他一定得有一个先师的准准备 不能一心一下 我就看了你了 这不行了 他一定是不活先 啪 然后他也啪一下这甩给你 这我学不会 估计这姑娘可以 来 好那我就拉一段 哎呦 哎呦 他看我这一眼 我觉得 特别带电你知道吗 真的 你你再转过去看陆老师一下 哎呦 哎呦 我给你学学 好 哈哈哈 你眼珠真的不太动的 说实话 你眼罗阿鼠特别合适 哈哈哈 我看他多年的训练 哎你看谢威学的就很像 哈哈哈 他刚才一直在练啊 你试试 你现在准备看看这姑娘 哈哈哈 他眼罗阿鼠才合适啊 特别贼 我觉得他就像偷地雷的 不像是看姑娘的 哎呦 女嘉宾 我觉得以你的这个相貌啊 还有你的这个才艺 你不做艺人统筹 做艺人都可以 为什么你在朋友中是女二号呢 我觉得你做女一号都没问题的 我指的是女性朋友当中的女二号 就是我一直不会成为我朋友的 最亲密的闺蜜 我成为不了 从小到大都这样 女嘉宾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的条件比较好 包括你的演技 人经常会让人误解 所以在朋友交往里面 女人可能会 嫉妒你或者说觉得说太太漂亮了 我不能拿她当我最好的闺蜜 带出去的话 人家都看她不看我 有没有这个原因呢 其实我现在已经做到 我出门跟朋友出去玩 不穿裙子穿裤子 也不穿高跟鞋穿平底线 这也就算了 然后 只看我自己桌子这一块范围 只看我朋友 不看其他不认识的人 我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 最好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你刚才不是说发呆的时候 容易给别人误解吗 最简单的办法 你就闭目养神啊 发呆的时候眼睛闭上就得了 就一定得盯着谁看 我觉得 听上去不像是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 我倒是挺感兴趣 你2014年有很多愿望 我其中一个愿望就是 想要交到 一个朋友 然后成为他的女一号 女性朋友 对 成为他的女一号 当然在舞台上友情的问题 我们解决不了 我们只能解决关于爱情的问题 各位男生 做出你们今天的第一次选择 准备好 3 2 1 请选择 有很多男生为你留开守候 没有魅力 谢谢 来我们再翻开另外两边副克牌 了解一些重要资讯 嘉宁呢谈过三次恋爱 她说呢 我感情很专一 经济很独立 无条件 支持你的决定 她希望找这个男生呢 也提出一个小要求 她说 希望你又成熟又搞笑 阳光还能卖萌 卖萌 你好女嘉宾 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以后有过三段感情 你能不能说一下就是 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感情 是最后怎样结束的 应该是就是上一段的恋情 上一个男友呢 不够上镜 就在家打电脑啊 白天打到晚上 晚上打到晚天 所以我希望我自己之后找的 她可以很成熟 然后必须有上金星 女嘉宾你好 我刚才发现你说了一下 你上一个男朋友的故事嘛 而且第三张牌说你无条件支持她的决定 那我觉得你第三个男朋友的决定就是不想上班在家玩电脑 那你怎么没有无条件支持她的决定呢 好问题 对啊 因为我的经济是独立的 她的经济是不独立的 难道要我养她吗 好 那其实这也是一种条件 是 而且是合理的条件实际上可以说出来 对对对 好 各位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要进行今天的第二次选择了 在此之前我要问一下佳妮 第二颗爱心想送给谁 刘蜜 恭喜刘蜜 恭喜刘蜜 时刻爱心 我刚才使劲要的方向你 好 各位男生拿起来回过来年纪 准备好 3 2 1 请选择 不错 你会从对面的16位来的认识 你未来了解到VCR 选择谁 嗯 到现在呢 我就 我也不用看VCR了 嗯 因为我想 对自己心里的男生表白 啊 在此之前你并没有选择一个号码 等于说你经过这番交流 你已经 七里有数了 嗯 是谁了 是吗 嗯 对 但是不在 这些男嘉宾里面 他在这个现场 但是不在 这些男嘉宾里面 我有点遗憾 按理说为了给16个男生一点公平的机会 我们是不应该给你这样的机会 嗯 我想问一下导演组 缺不缺女观众 你已经 你已经 心里有数了 嗯 是谁了 是吗 嗯 对 他在这个现场 但是不在 这些男嘉宾里面 不在男嘉宾里面 是 是 是是是在女嘉宾里面吗 是 谢谢 谢谢 但是姑娘我跟你说啊 有点遗憾 其实按道理说呢 谢威其实已经被我们 呃 节目啊 暂时给罚首场 嗯 他坐在这呢 完全是作为一个热心观众 是 他喜爱这个节目 所以每周他必须要来坐在这 其实他也可以不来 呃 按理说为了给16个男生一点公平的机会 我们是不应该给谢威这种 被表白的机会 我们只给谢威一个圈 他可以向女生去表白 但是我觉得今天 既然这女生来了这微笑 咱们也得同行打理一下 是 咱们不能坏人这好事啊 嗯 谢威我们愿意给你这样的机会 来 徐玥你的任务也完成了 你可以把话筒交给谢威 哈哈哈 你也看到前面我第四张牌 第四张牌写着 要阳光要成熟 然后还要会卖萌 我感觉这些你都精致了 你诚信给我出来的都是我中意的 其实我也有很多男生追 但是那些我都看不上 然后我知道你离过一次婚 但是男的不可能离第二次婚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离过婚以后会更加成熟 我相信 你会珍惜下一个跟你在一起的女生 所以如果今天你肯跟我走的话 不管节目组同不同意 就是承不承认我们是否牵手成功 我想我们一起离开这舞台 然后私下再进一步交流 你愿意吗 是为机会难得啊 我能不看着她说的一些 她的眼神确确实看着人 我能换一个角度说下面的话呢 可以 你准备用什么样的方式 这样那要不然你们二位就背对背 你看着马上去做这个 我看着你你背过去好了 如果你愿意这样对我的话 你可以预可 所有的 这个 一个姑娘看着你 会让你心慌 就说明 第一 这姑娘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第二 说明你对这个姑娘是有意思的 嗯 没有意思的话你不会感觉心慌的 一年王海 鱼答你 Kelly第一声好了 不行 我看不到你我心慌 好 人家说的对 你这么漂亮的姑娘 你让人家把眼睛给闭上 你这开追悼会的 好吧 就说 你还挺吸引我的 其实 我很喜欢那种 有点 就是 有点艺术气包的那种女生 唱戏唱得蛮好的 VCR里面有弹钢琴 这段时间我在下面 也做了好多思考的 因为其实 不同的角度看 青黄彭彭的身份 有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但是 正是因为我经历过 一段失败的感情 我被伤害过 也伤害过别人 然后才更 就是 对自己的决定 要更慎重 虽然你有很多的 呼应很吸引我 但是 第一在下年龄 可能差蛮多的 就我已经是 马上三十岁的人了 你还在大学里面 我可以让你恢复青春啊 但是这不可能的嘛 对吧 这个 这个年龄差距还在那儿 这个 再有一个就是 你说你会无条件地支持 你的男朋友 实际上我是那种 其实有些方面成熟 有些方面不太成熟的人 我必须得特别特别老实地 承认这一点 我其实是挺想要一个人能够 因为我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 我需要未来我的那个女朋友 她能够给我一些正确的建议 或者有这种分量的建议 所以她会跟我说 你这样做不行 你这个想法不对 我希望能够从对方那边 得到一些这方面的支持 所以我希望 我需要我的女朋友 也在某一方面也成熟一些 所以对不起 就这样拒绝了吗 你的小伙伴们都特别希望 你再慎重考虑一下 结果我这跟你跟你说 一个男人有时候拒绝一个女人 你能找出很多很多的 非常理性的一些理由 但突然间发现一个女人 你发现你没办法 通过理性的方式拒绝她的时候 那说不定这女人是真的适合 我在这做这个节目 也差不多三年多了 做白礼条也差不多将近四年了 这四年当中 有的时候经常会出乎我的一些意料 当我认为这个人跟应该那个 那个人是应该完全是一类人 全家可以走在一起的时候 没想到他们居然没有成功 那往往很多好消息 向我传过来说 这个人和那个人牵手了 或者这个人在 哪怕都现场都拒绝了 但台下又牵手的时候 我都觉得她很奇怪 为什么会是他们 同样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 有的人站了很长时间 我们一直要她去推荐 这个女生适合你适合你 但恰恰是一个 我们所有人都认为 非常不适合的人 就跟她牵手 开始一段浪漫的这旅程 你认为这女孩不适合你 但是当你站在她面前 你心砰砰针乱跳的时候 有什么比这个更适合 我也很欣赏她的妈 如果能擦出火花来 当然最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张鹏吉 特别有份 当了车模 我们可以真弄辆车来 来 把车开上来 这台车 我跟讲不得了 你认为这女孩不适合你 但是当你站在她面前 你心砰砰针乱跳的时候 有什么比这个更适合 您说的没错 我也很同意 但是 我已经经历过很多很多次 正经谈恋爱 我就谈过六段感情 然后我也知道 即使我在这边牵了手 我感觉非常对 即使那个女孩 也非常喜欢我 这可能也不是说 真正会一生一世的 但是我觉得我的女朋友 就是可能会 真正吸引我的那个人 她身上会有一些东西 是对我来说的 永恒的吸引力 这个是她的自信 她的那种反应的机灵 就是那种能够 经常超出我想象的 那些反应 然后有时候 我犯了一些错误 她用特别灵活 特别激定的那种话 来让我哑口无言 这个是特别特别吸引我的 但是她是那种 相对安静 传统的姑娘 就是她可能不是那种 特别天马行空的那种 所以我特别 特别感谢你 一开始有点 就是有点无措 可能是我没想到还会 就是会以这种方式上来 但是我必须说 我很欣赏你 只不过 咱俩可能不适合 做男女朋友 起码 我想在这舞台上 找到那个人 可能是另一个类型 不是说明也不好 我想问一下导演组 却无缺女观众 我想在下面当女观众 谢威 你看到这个情况了吗 谢威 你坐下来吧 我坐回去 因为我也很欣赏她的妈 如果能擦出火花来 当然最好了 好 那这样 我们这节目还在这录像 如果在最后一刻 你因为改主意了 上来 来 我们给你们一个 寄居里接触的机会 这我们都打破了 我们这个节目 以下所有都是规则 我觉得这女孩 其实特别聪明 这也是一个挺好的方式 加油啊 加油 我们还有时间 以后谢威如果坐在这 你就七七都来 是吧 你们俩当热情观众 所以我们这台上 坐的全都是这样 一对一对的 我们这节目就成功了 这也好 那这样子 这女嘉宾也不想送走 还留在这呢 我们就 静观其